第一老板是谁知道吗 安全部副部长马剑 然后他发展人是谁发展的呢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岳 也是我的兄弟 因为我受牵连被傅政华搞定抓起来了 然后习米华从张岳呢 跳到马剑那儿就啪 跳到了孙力军呢 孙力军呢跳到了孟建柱呢 这是孟建柱这个人 跟习米华认识以后 马上两件事上去干 第一我让你把整个东南亚 特别是缅邦 缅北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一带 我要把整个这些黑帮全拿下 要的是毒资 毒的毒品 孟这个人阴得狠的 毒资多少钱在东南亚 当时每年大概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的毒资 那可以改变世界的 美国这么多年打不了 阿富汗 吉尔基斯坦 整个东北到东亚横挂新疆 阿富汗直接跨过去大西路口 原来的是丑是路 直接到吉尔基斯坦 阿塞拜疆 啪啪就过去了 东欧 俄罗斯 进入欧洲 拉特维亚 立陶宛 整个湄公河岸 孟建柱用毒品啪连起来 第二件事情 走私人口 所有走私人口全部弄起来 然后就开始赌博 洗钱 全部弄起来 谁都没想到地球的西半部 中国的西半部 北南部走廊 全被孟拿下 孟建柱去俄罗斯 去阿塞拜疆 你去上网查查他公开的 有多少次 他亲自到各国协调 跟他们开玉灯 你们去看一看到土耳其 黑海 死海 一直到阿塞拜疆 还有旁边的几个石油国 天然气国 然后到白俄罗斯 俄罗斯 然后阿富汗 新疆 包括到伊朗 孟这个人是有战略思维的 这些国家 他经常就反恐会议 都他亲自去 孟到哪去 一定有处女了 那都是小菜 真的饭钱茶 孟喜欢处女 孟身体好 提前打前战的是 洗米华的钱 这些地区 看看有什么 生产的黄金 白银 翡翠 玉 那不是你想象的 包括到巴基斯坦 孟在打造一个 真正的隐形的王国 这个王国之大 超出你老百姓想象 原超出你好莱坞想 这些地方的武器走私 所有的人口走私 毒品走私 洗黑钱 重金属 全是孟的 对吗 对吗 对吗